作为女生怎么才能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自信的生活呢 看到有个女生在我直播的时候说 你脸这么大你还好意思做主播吗 真的 我当下觉得有点无语 说实话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被大家看到的一个人 其实说实话 我就是在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 我的审美 但这件事情哦 我觉得它是一个两极分化 当你非常非常介意被评价的时候 任何一句话 它都会戳到你的内心 但是那个人是故意伤害你的吗 不是 是我们记忆了这个事情 让别人有机会伤害到我们了 如果我现在打个比方 我现在穿这个裙子 我自己在这儿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看 我就说哇好喜欢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喜欢 总会有一两个人说 你这裙子颜色真丑 大家只是会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评价这个东西 可是在我的内心 如果我足够强的情况下 他们只是他们 而我依旧会喜欢 但如果现在这个裙子 我自己就觉得 哎呀我不要客气了 好不好看 结果去公司的时候 遇到的第一个人说 你今天换了一个新的裙子呀 不好看 完了 今天一天 今天一天的心情 一下就阴谋了 给人看一下最自信的代表 80岁的老太太 80岁 就白头发了 因为她三十几岁开始就染头发 结果她就看 好像别人有人染红色 她就继续染了一个红色 所以她是全村第一个染红头发的女生 是吧 然后以前外婆感染的时候 然后别人就会评价说 哎呀谁谁谁 染了一个红色头发 然后外婆很大女主 她说对啊我就染出来 你们要是喜欢你们就跟着我染啊 你们要不喜欢那就不染了嘛 是不是 然后最后 她说她不怕别人说 你看 她说我不怕别人说 我们自己喜欢就好 穿衣服也是 但是 而且 她说她是我们村里第一个穿裙子的 然后她说她现在83岁 她也是我们村里最老的一个穿裙子 就是到她这个年龄也就只有她穿裙子 因为她说她穿裙子不好看 然后她说她也不怕别人说 反正她就是自己喜欢呗 是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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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不管你想穿红的还是想穿黑的肯定有人说 你自己喜欢就行 如果有人当着你的面说不好 你就会回答一句 那我都这把年龄了 我当然要漂亮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啊 外婆可能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有个最重要的一点是 她对自己的追求是放在自己身上 就她希望自己 你是不是希望自己一直很漂亮还能量 是啊 我很喜欢漂亮 是啊 我希望大家在评论区说一些正向的话 不是因为我需要听到这些正向的话 总有一小部分的人是在经历一个想让自己变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我希望咱们在变好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一定是需要支持的 那在我们没有得到别人支持之前 我们可以先支持别人 然后我们就会获得很多正向的反馈